我想說明明這個廳是超大的 然後初爬死都要靠著我躺在這裡 現在的屁股很熱 大家好 我是Hidy 上次有條影片是關於20歲和30歲的主題 我發現大家的反應都不錯 所以我今天也想說一說我20歲和30歲的話 其實中間是有什麼變化的 我就剪掉了一些看法 但只說就有點悶 而且我很餓 因為我剛才已經拍過一條影片 現在已經大約12時了 所以我就想順便做一個試吃 這個就是之前在台灣買回來的一個 益昌麻醬盆麵 所以我現在就會把它煮出來吃 一會兒人路吃 一直和大家聊聊天 麵就煮完了 它就會是這種白色麵 不是一些公仔麵的樣子 有兩包 這一包我聞過應該是豉油 另一包就是麻醬 我現在就開了出來拌了 好 加回一個自己做的糖心蛋 我就不客氣了 聞起來很香的麻醬味 很濃郁 這個麻醬味很好吃 很香很濃很厚 然後它的麵身有點像KIKIKI半面 那種滑身直面的感覺 不會是彈牙的 但是它吃起來很滑 而且我自己是挺喜歡這一種的麵質 當然要吃我自己自家的糖心蛋 配麵就是一流 這種糖心蛋是跟平時你們吃拉麵的一模一樣 如果你們想知道怎樣可以做到這個 永遠都不會失敗的糖心蛋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所以我就會拍一條影片去教大家怎樣去做 非常之簡單 完全不複雜的 今天就一邊吃一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在二十歲到三十歲的十年 我覺得自己是有什麼變化的 我覺得其中一樣 一定會變的 就是你的性格 我不是說由藍原不切地變 就是不會說我本身很內向 突然間這十年之後就變得很外向 我覺得不是的 每一個人他最深深處 他最潛意識的一個性格 是沒有變過的 例如我是一個很硬項的人 我到現在三十歲都還是很硬項的 但是有些位置有些零角位 就會開始磨滑了 例如是什麼呢 例如我以前是很在意別人怎樣去看自己的 之後譬如別人說 你今天穿得好像不太漂亮 我就會全日都很緊緊於懷那個 不是太漂亮的那裡 但是來到三十歲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其實學會了怎樣欣賞自己 去更加了解自己 還有去愛惜自己 我不會特地去穿個比堅尼出街 我會去忠於自己的穿衣服 我覺得健康就是好 還有我發現人越大 真的會越來越細膽 我小時候是玩機動遊戲 什麼都會玩的 現在又畏高 又怕這樣又怕那樣 所以趁你二十歲的時候 當你還是很大膽 很大無畏的時候 就有很多東西都要去試一下 例如那些跳降山 然後滑翔山 那些 到現在真的不行了 我沒試過 但是也知道自己這輩子應該都試不到 很害怕 我看上去已經很害怕了 不能幻想自己跳下來 第三件事就是關於買名牌 我不知道大家在什麼年紀的時候 喜歡買名牌 當我在二十歲的時候 都很喜歡買名牌 可能我賺的錢不多 但我都會花很多錢去買衣服 買鞋子 買袋子 但大家都知道我現在是淘寶為主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可能小時候又因為擁有過 所以就沒有這麼渴求 這件事就漸漸地沒有買到 可能一萬元的一個袋 現在對我來說這一萬元是很好用 我可以買了非常多的衣服 食物 袋子 鞋子 已經買到可能整季都用過一萬元 我不是說買名牌是一定不好的 其實我覺得是看自己的能力 因為我以前賺一萬多元一份工 可能我要儲幾個月錢去買一個手袋 但那幾個月可能要省少少 或者不去吃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去為了買這個袋子 我覺得現在想起來 是一個不太健康的行為 如果我一個月是賺六七萬元的話 我理得你 每個月買一個一萬元的袋子 你負擔得起 你不需要特意省著去做其他消費 就已經買到的話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那件事也不再變成奢侈品 它是一個很理由的事 但如果你是打一份很普通的工 你要節衣縮成才為了買一個袋子 我覺得你三個月來很開心 每一天都是用那個袋子 倒不如我買很多個很漂亮的袋子 又不是很貴 也不是特別名牌的話 又可以整天換袋子 我會覺得開心一點 這就是我這十年裡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另外在這十年來 我覺得自己的朋友圈 越來越小 但是這個小 不代表是一件不好的事 它會令你朋友圈的人數 雖然少了 但是關係比較密切了 大家更加了解大家 更加深歸了 我覺得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而且在這十年來 一直會有不同的原因 有些朋友會慢慢消息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失敗了一些朋友之後 你就會發現 剩下來的朋友 真的是一個很值得你去珍惜的人 我現在的朋友 全部都是一些我可以跟他什麼都說 我不擔心他會騙我 我不擔心他會把我的東西說出去 再傳出去 以外傳我 變成另一個故事 我不擔心他們會出賣我 利用我 現在的朋友 全部都是我可以說是真心朋友 好了 說完就是生活習慣 其實二十歲和三十歲這十年 個人的生活習慣是完全不同的 真的可以說是一個東一個西 一個北一個南 完全是兩回事 在二十歲頭到二十五歲 我都是一個非常之夜睡 和非常之晚起床的人 當然 因為那時候我做地勤是回船 不是朝九晚六這些間 所以我有一陣子下班 可能已經是兩點 出去吃完宵夜 回到家已經是四五點 快要天亮我才睡 導致我起床的時候 已經是下午一兩點的事 以前我的朋友 是完全找不到我 早餐不需要趕 沒有可能吃到的 但午餐我都吃不到 還有我回到機場 是不會有星期六日的觀念 我們只有幾多號 接著約人是要看著間表 可能月頭已經約到月尾 不會說明天有空 你後天有空 這些我們是不允許的 在那時候的生活 回到辦公室之後 我整個生活習慣真的改變了 例如我現在可以很早早八點多 早餐整天有很多時間可以做 以前很硬起床 你就會發現時間過得很快 很快就會晚上什麼都做不到 但現在有整個早上 是可以完成到的試 很多 而且早上的活力是很高的 所以現在我都很傾向早睡早起 我想在三四五年前 如果讓我有得可思自己未來的生活 我應該都想不到自己 會變成了現在這個 這麼健康的人生 我應該都還以為自己是 喝酒 出去玩通宵那種人 但原來你過了久了這一種 這麼健康的生活 反而你會愛上了 這麼健康的自己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已經吃完整個麵了 我覺得這個麵其實是蠻好吃的 但它又未至於你會吃上癮 不停的很想繼續吃那種感覺 偶然去吃一個是不錯的 我覺得都蠻特別 因為它的麻醬味真的很香濃 所以如果你去到台灣的話 都可以買一瓶來試一下 我現在就做個小總結了 其實我覺得在二十歲 或者三十歲這個階段 任何一個時期的自己 都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因為如果沒有以前的自己 就不會做就到現在的我這樣 我覺得其實在這十年裡 我真的學會了怎樣去愛惜自己 不要太在意其他人的目光 當然我又不會覺得 我恨我素完全不理會別人 但是要學會多點 如何去分析 究竟哪些人說的是真的 哪些人說的是真的 哪些人說的是真的 但是我覺得其實做人很簡單 就是你要以德報怨 無論那個人對你做了些什麼都好 其實就不要放太多在心裡 人就會輕鬆點開心點 不要太過執著對於某一些事情 但是你也要忠於自己的原則 你不要去做一些太傷天害你的事 也不要去利用人 那我就覺得其實這樣的人生 就已經我已經很滿足了 其實有一個簡單單單開開心心的自己 其實是一件很難難可貴的事 對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一類型 這樣聊天啊 吃一下東西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為了 我回 Rome 我會的支持軸克缺 我們來 resentmen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